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三国演义》这本书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写说 曹操杀散穷鱼 杀散纯鱼穷部族 尽夺其一甲旗帜 伪坐纯鱼穷部下 拜军回战 至山辟小路 正欲讲其军马 其军问之 称是乌曹败军奔回 其岁不移 军马进过 张辽许主呼至大鹤 蒋旗修走 其措手不及 被张辽斩于马下 净杀蒋旗之兵 又使人当先伪报云 蒋旗已自杀 蒋旗已自杀散乌曹兵来 阮绍因不复遣人接应乌曹 指天兵往关渡 却说张河高篮攻打曹营 左边下侯敦 右边曹人 中路曹红一骑冲出 三下攻击 援军大败 笔疾接应军道 曹操又从背后杀来 四下围住掩杀 高河 张河高篮夺路走脱 远绍收得乌曹 败残军马归债 见淳于穷 耳鼻皆无 手足静落 稍问 如何失了乌曹 败军告说 淳于穷罪卧 因此不能底底 少怒 此力展之 国土孔张河高篮 违债针对是非 贤于袁绍前瞻月 张河高篮 见主攻兵败 心中必喜 少怨和处子言 图约 二人素有 降草之意 金钱激债 故意不肯用力 只损折 一致 损折士族 少大怒 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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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归债 问罪 国土先使人 报二人云 主攻江沙 如已 岁浅 始至 高篮问曰 主攻换我等 为何 使者曰 不知何故 懒碎拔剑 展来时 何大惊 来约 袁绍听信禅言 必为曹操所情 武当岂可 作二代死 不如去偷曹操 何约 无疑有此心久矣 于是二人领本部兵马 往曹操寨中投降 小河敦 张高二人来详 为之叙事 曹曰 无以恩欲知 岁有一心 一刻便宜 岁开云门 命二人入 二人倒戈 谢甲 拜 拜 拜 福于地 曹曰 若使袁绍 肯从二将军之言 不知有拜 今二将军 肯来乡头 如威子取应 韩信归汉也 遂封张和为偏将军 都庭侯 高岚为偏将军 东来侯 二人大喜 却说 袁绍既去了许 既去了许 张和高岚 又失了乌曹梁 军心惶惶 许牧又劝曹操作速进兵 张和高岚警卫先锋 操从之 即令张和高岚警卫 高岚警卫先锋 当夜三更十分 出军三路 结寨 混战盗鸣 各自收兵 少军折其大半 巡目献几月 今可扬言调拨人马 一路取三枣 攻夜郡 一路取黎阳 断援兵归路 袁绍闻之 必然惶恐 必然惊慌 分兵俱我 我趁其冰冻时计之 少可破眼 操用奇迹 使大小三军 思远阳言 少军闻此信 来寨中报说 曹操分兵两路 一路取夜郡 一路取黎阳去野 少大惊 急遣 袁坛分兵 挽救夜郡 新民分兵 挽救黎阳 连夜起行 曹操坦吃袁绍冰冻 便分大队军马 八路骑出 直冲少英 袁军巨无斗志 四三奔走 遂大溃 袁绍披甲不迭 单一赴京上马 幼子袁尚厚随 张辽许主许晃 于静四元将 引军追赶袁绍 绍急渡河 静气图书车障经活 指引随行八百余计而去 曹军追之不及 尽获以下之物 所杀八万余人 血流淫沟 避水死者不计其数 操获全胜 将所得金宝断匹 给赏将军 于图书中 简出书信一诉 皆许 都及军中诸人与 绍暗通之书 左右约 可逐一对姓名 收而杀之 曹军 当少之强 故意不能自保 况他人故 遂命尽分之 更不再问 却说 袁绍兵败而窥 兵败而奔 祖寿 应被囚禁 击走不脱 为曹军 为曹军所获 请见曹操 操夙于寿相识 寿见 寿见曹 大附约 寿不详也 曹曹军 本处谋 不用军淫 君和尚之弥 也 不若早得足下 天下不足律也 因后待之 由于军中 寿乃于营中道马 欲归原事 曹农乃杀之 寿至死神色不便 曹探曰 无误杀中意之事也 命后里 冰年 未见坟安藏于黄河渡口 提其墓约 中列祖军之墓 后人有时赞约 河北多明市 河北多明市 忠贞推举军 临谋知政法 仰面是天文 至死心如铁 临危气死云 曹公经义烈 特与建孤分 曹下令公济州 正是 事若只应 多胜 多三胜 兵墙 却未 刮魔王 为之胜负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一回 曹操 苍廷破本出 宣得 荆州 一流表 却说 曹操 趁袁绍之败 整顿军马 一力追袭 袁绍 扶经单一 引八百余计 奔至黎阳北岸 大将讲义 渠出寨 宾街 少议前世 素于义渠 义渠乃 昭遇离散之众 众文少在 又 皆已聚 军事负贞 一环济州 军行之刺 夜宿荒山 少于帐中 闻远 闻远有哭声 翠四网听之 却是拜军相聚 诉说丧兄失敌 祭伴王亲之苦 哥哥垂胸大哭 接约 若听风田 若听田风之言 我等怎操此破 少大悔 约 无不听田风之言 兵败将亡 今回去 有何面目见之夜 此日 上马正行间 焚济 引君来接 少对 焚济已约 无不听田风之言 只由此拜 无今归去 修见此人 焚济 因 因 沾约 封在 狱中 闻主公 兵败 辅长大笑月 果不出 无之料 袁绍大怒月 奸如 怎敢 笑我 我必杀之 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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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敢 笑我 我必杀之 遂命 使者 奔宝剑 先往 寄州 狱中 杀田风 却说 田风在狱中 一日 狱立来见 风 曰 与别 与别 贺 贺 喜 与别 嫁贺 喜 封曰 何喜可贺 约立曰 原将军大败而回 君必见众已 封孝月 无经 死已 与你 问曰 人皆言 君 喜 喜何言 死 君何言 死 封曰 原将军 外宽而内计 不念 忠诚 若 胜而喜 由能 舍我 今 战败而休 无不忘 身 与你 未信 故事者 奔 见智 传袁孝命 欲取 天丰之手 欲逆方经 封曰 无故之 必死也 欲逆 皆流泪 封曰 大丈夫 身于天地间 不识其主 而是之 是如智也 今日受死 夫何足惜 乃自闻于 狱中 忽然有失曰 左朝 祖寿 君忠师 今日 天丰 玉内亡 河北 洞梁 皆 折断 本出 焉不丧 家邦 天丰 祭死 文者 皆为 叹息 袁绍 回忌州 心烦意乱 不理 阵事 齐齐 流逝 劝力 厚四 少所生三子 长子 袁潭 自显思 出手 青州 次子 袁兮 自显 意 出手 幽州 三子 袁尚 自显谱 是 少后期 刘氏所出 深得 行貌 俊伟 少 甚爱之 因此 留在身边 自 关渡 兵败之后 刘氏 劝力 尚为 厚四 少 乃于 省配 冯济 新平 郭图 四人 商议 原来 省逢二人 向 蒲 袁尚 新郭二人 向蒲 袁潭 四人 各为其主 当下 袁绍 为四人 曰 经外患 未夕 那时 不可 不早立 不将 毅历厚死 长子谭 为人性刚 好杀 赐子戏 为人柔 诺南辰 三子上 有英雄之表 以贤 尽事 无欲 力之 空等之意 若何 郭图 曰 三子之中 谭为长 今有居万 主公若费掌利诱 此乱蒙也 经军威 稍错 敌兵 压尽 岂可 父使 父子 兄弟 自相 争乱也 主公 且理会 具敌之策 力四之势 不容多意 袁绍 愁愁未绝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